老罗在上个月连续两期采访了Herry 这位中奥基建全国双妙冠军 我儿子Oskar的基建教练也是我国外的大神 因为他当年为了留学奥中 从临近处起步到雅思制度五分 只用了半年时间 两期内容播出后 老罗的朋友圈也兴起了一股基建乐 当然也并非每个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 所以Herry就先让大家上一堂免费的体验课 孩子喜欢家长支持后才接受报名 成为基建俱乐部的学员 我更佩服Herry的另一项成绩是 去年墨尔本在疫情最严重的封城销进期间 Herry依然坚持给孩子们上了半年的公益基建文课 其实好心有好报 大爱无家 这些因果轮回也同样会在商业社会中实现 所以疫情结束后 墨尔本绝大多数企业都在努力地恢复经营 而Herry不仅除了原先在Clinton的基建俱乐部继续火爆竞争 在西区又收获了一家基建俱乐部 这样西区的孩子们就再也不用穿越大半的墨尔本 直接在家门口就能基建了 今天老婆就再次采访Herry 也带大家看看西区的这家俱乐部的风采 Herry你好 首先恭喜你 除了原先在东南区 莫纳斯大学Clinton校区边的俱乐部 又在西区核心 欢迎Cook Shopping Center内开设了一家分部 这样整个墨尔本的孩子想学基建都方便了很多 对的 我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因为除了在东南区 居住在西区的华人家庭也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你的逆势扩张 和你去年在疫情期间 坚持为大家免费上了半年的网课也力不可分吧 而且网课的效果也非常好 让我儿子奥斯卡不仅保持原有的基建水平 还能通过网课 学到了很多基建的新技能 我觉得能坚持下来主要还是人至于大家对基建运动的热爱 全不离手 许不离口 这些孩子都跟着我学了很多年 奥斯卡应该有两年 快两年了嘛 去年突出起来的疫情 导致莫本长时间的封城 孩子别说保证每周正常训练 长期在家中都缺少体育锻炼 所以我觉得挺免费的 为他们每周上网课 只到条件允许到俱乐部上课为止 但上网课对我也是一场心脏挑战 比平时上课要累很多 我要同时盯着屏幕内的二三十个学员 还好疫情最终成功充得住 否则我继续上网课估计点睛都快近视了 的确是 奥斯卡上网课时我会经常瞄两眼 他的每趟网课的训练量都蛮大的 整个过程中我都听到你在不停地点评 指导每个小朋友 所以我代表这半年里受益于你的公益网课的家长们 再次表示感性 在疫情期间不仅让孩子们的训练得到保证 也为家长们省下了不少钱 应该的 很多家长都失信我说 我要可以是客 或者我少的都要收一点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居留部已经读过了创业期 不怕长期支持居留部的家长们也是一不容此的 依旧疫情期间有很多华人家长们也收入 也收到有点影响 但这个时刻更要显示出海外华人的相互支持 谢谢Harry再次做客我的节目 我觉得以西区俱乐部的历史扩张 除了自己去年坚持半年公益课团的回报 也是墨尔本的华人家长 越来越注重基建这项运动 带给孩子们的巨大收获 下周老罗就再麻烦你和大家分享 基建到底能带给孩子多大的核心竞争力呢 没问题 我们下周应见